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 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現在的身上 今年3月獨居無醫 而且行動不變的秦皇 在租住的酒店房連番跌倒 他打電話給監製好有關榮忠 和鄰居臨委求救 之後被送去醫院救治 醫生發現二百多磅秦皇 有貧血和營養不良 經治療之後 現在已經入住護老院 有人照顧 至少不受三餐 日前他打電話給 給如一記者主動談及自己的近況 他托林偉幫忙訂了 兩條57寸腰圍的加大馬褲 又說記者可以和林偉來護老院探望 因為有些事情他想分享 這日到護老院前 林偉特意到附近買些水果給他 距離上次面對面專訪 相隔五個多月 今天秦皇清淡了 但臉色不錯 他一見到林偉就忙著匯報 說演藝協會送給他的輪椅 腳踏不見了 於是林偉幫他聯絡檢協處理 入住護老院近兩個月 問秦皇習慣沒有 基本上這裏是不錯的 當然比醫院好過醫院 因為醫院就不能下床 這裏是慘的 這裏可以走來走去 他規定我不要超過12時睡 但我只要6時就要起床 因為6時就已經吵架了 院舍善食質素 秦皇沒有投訴 如果你不適合 可以自然下去買 現在麥當勞 都好像三十多元 胃口合不合 至少有得選 他自己一個住酒店時 走不了去拿食物 結果 喊我一天一夜 很慘 沒有了朝氣 都不知道想怎樣 吃得的東西 都放在一邊 近著窗 很怕酒店 酒店叫人 他不是馬上來了 你有時酒店有甚麼錯失 很久都沒有人看 整個人崩潰了 都不知道想怎樣 很難解決 原來今年的年三十晚 他的團年飯是一個人 在酒店房吃火鍋 結果出事了 年三十晚犯了錯 怎麼犯了錯呢 一個可以吃火鍋的鍋 可能我睡覺 那些煙就煙了上去 那些煙就煙了 那就搞到有 有有有有有有 不是公司的人 原來是消防的人 之後呢 他給了一個限給我們 這個月一定要搬 準備找地方搬的時候 秦皇就跌倒入院 然後由政府安排入住護老院 有人照顧 望回頭那場禍原來是福 五年前疫情封關 加上跌倒受傷 沒辦法回深圳生活的巡皇 被迫在香港 月花八千元租住酒店 幾年來因為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直速幾近用了 之前專訪他已經說 有的 現在社工幫他申請 縱援應付院費 和各行支出 剛剛見他問林偉 是借一千元的 那我都要把手袋帶有少少錢 譬如我下街 那也有人帶我下去 那我都見到一個小臉 想買一筆錢 下街去看醫生 去九龍醫院 那他車裡 我覺得我去了另一個世界 因為之前是沒有機會 因為困住在這些地方 直速耗盡 秦旺嘆氣 然後說出曾經代大女 和女婿還債三百萬 而換來的是大女 絕情的傷害 那我就幫他 十年 每個月超過一萬 那裡幾十萬 幾百萬 現金三百萬 不要說我賣了房間 那些 升值的那些不好看 如果我不會還錢給他 我不會賣了這些房間 大女因什麼事 什麼想巨齋 秦旺搖搖頭 只是說 做爸爸當然不會問那麼多 不會問他 那一元怎麼用兩元怎麼用 我只是想救到一個女兒 而且她是大女兒 她兩功夫也有本事 誰知道是這樣的 這份親情令她徹底失望 誰知道一個疫症來了 我就幾年沒工作 那錢怎樣都用 沒有了 我有發覺我自己是一個什麼人 我覺得我是一個對錢 不是那麼急著的人 沒有概念 是 你會不會去做這樣 是 作為父親 幫女兒解財困 天經地義 最後她倆走了 兩個 因為她倆可以申請到破產 我和她用了這麼多錢 我都是廢的 到什麼都在我現在身上 她相信得連責備的力都沒有 只是反覆自問 是不是我的錯 染抹周白通的秦旺 之後選擇笑兩聲 為心裡面那份悲傷作句號 上一次專訪秦旺廣道 一路親情淡薄 子女冷漠 她怪的只是自己 當年沒有擺時間在家庭上的後果 就叫做一個好的爸爸 現在腦來孤直 她渴望得到家人關心 大女無情 但和其餘子女的關係近日有轉機 她說那次訪問透露想和子女修補之後 小女主動找她 說到這裡 秦旺面上終於有花笑容 開心 她有來醫院查尾嗎 有 這裡也有查尾嗎 也有 林威 她一群來問我 每個都買很多沙漠 我都分給她們 我吃得這麼多 問她知不知 小女之前為何生氣她 我也不知道 她生氣我也沒辦法 可能是媽媽的事 秦旺的太太莫沛民 曾2017年離世 生前她提出過6次離婚 都被秦旺拒絕 最後夫婦沒有簽下離婚書 只是選擇各自生活 至於秦旺曾經送上10萬 幫她在家鄉湖南置業的40多歲之記 Mary 通關至今 都未來香港探過秦旺 雙方一直只是靠打電話為系 還要多數是秦旺主動找她 問她直至這一刻 有沒有覺得看錯人 秦旺仍然肯定說沒有看錯 我叫她不要來 因為她下來 車票是500多元一個人 兩個人有1,000多元 下來時就來看看我 她又想進去 歷史來 什麼什麼 都要用錢 用就用 那裡也有10000元 有錢都應該留給自己旁身 為何還要招呼她來香港游山換水 她哪有錢 她照顧女兒 她沒有做事嗎 從頭到尾跟著女兒 剛才秦旺提及 Mary做了車主 沒有收入 又何來有閒錢買車 是呀 她很聰明 她弟弟欠了錢 曾經欠了幾萬元 所以追求我弟弟 又拿了車 你把車子拿出來做什麼 我告訴你 她把車子拿出來學科學 都是企費 那是 我有時也會付錢 一個月也付 兩千元三千元 現在我想付都不行 到我都有機會 那時候我都會給他 晚飯時間有職員過來跟他聊天 他們說秦王最初來的時候 長時間伏在飯桌不出聲 現在適應了就多了話說 他看來比以前精神 只是小腿因為腎功能不太好 所以又紅又腫 他定了減肥目標 那些朋友說 你最好減到220磅 因為基本上我是沒什麼病的 就是生存 哪怕余生可能都要在遠赦度過 76歲的秦王仍然希望 好像他家族的人這麼長手 過了80才算 但你看我的樣子 你覺得安定一點 你不能打算跌倒 你真的不可以跌倒 一跌倒自己也危險 現在每個月的錢都是 是我認證的 安安羅羅羅羅羅羅 至少也會有這些錢 這一刻,他最大心願 是有人找他拍戲 讓他繼續過戲癮 有一部份我是可以認同的 不是每個都必須離開 幾步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